若水居炎 蜂藏戍边往事 无阳剪毒 书写千年烟火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园 黄沙出谷卷 汉吏传心声 中国书法大会本集为您推荐的第三剑组书法作品 居炎汉剪 大家好 我是魏坚 是居炎汉剪的考古发掘者之一 要说居炎汉姐的发现 最早可以追溯到九十多年前 1927年 瑞典年轻的考古学者贝格曼 加入了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和中国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续生 分任团长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1930年 一万四千多枚木剪 在汉代的西北边塞被陆续地发掘出来 因为汉姐多出在汉代的张叶军以北的居炎都尉府境内 所以就被称作居炎汉姐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七十年代的甘肃省考古队 以及八十年代的社科院内蒙队 又陆续地出土了许多汉姐 加上从1998年到2004年 我在居炎考古中发现的五百多枚汉姐 迄今为止 居炎地区发泄的汉姐已经达到了四万余枚之多 居炎出土的这些汉姐 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除史记汉书以外 存世量最多的汉代文献 同时也让我们中国人 亲眼看到了两千多年前 汉朝人最早期的毛笔书法 因此它成为研究中国书法发展史的一个珍贵的文献 那么作为书法爱好者 我们不仅仅要了解这些文字背后的历史 也应该了解这些珍贵文物的来之不易 居炎遗址位于内蒙古最西端的 阿拉扇蒙的俄吉纳其的巴丹吉林沙漠地区 那个地方年降雨量不足四十毫米 但是年蒸发量却达到将近四千毫米 除了干燥之外呢 还有沙尘暴 叶阳高照突然天黑地踏糊涂 扭头一看呢 那沙尘呢就像山一样滚过来 车上面就让沙轮打的声音 气得叉叉地响声 大概持续了二十多分钟 等这个沙尘过去以后天间接地亮了 再出去一看 车的后面干脆是银白色的 那个绿皮都打掉了 我们在居炎工作大概有差不多七个年头 类似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所以说每一只的居炎汉解 都应该说来之不易 那么汉解的发现到底怎么样一个发现呢 我们一开始决定要发掘几个风水的时候 开着车 1.2公里 1.3公里一个风水 开着这个风水堆比较大 上去一看那风吹得光秃秃的 好像露出一个那个旧了的木头棍 我就拿脚踢它 踢着踢着它活动了 我说一拔 就是一个菇 交成六道拔个面 写完就是一侧解 可以记一件完整的事情 我一看清清楚楚 建五四年 刘秀的年号 刘秀是公元二十五年建东汉 那建五四年公元二十八年 你看我认得第一眉睫 出交百七十数 值钱百七十 京鲁水长王轩二月 已被买愿意三月露长 这段话读起来朗朗上口 焦是个啥 焦是干草 出交百七十数 拿着人家一百七十捆干草 一捆干草值一个钱 谁买的 京鲁水这个水长叫王轩 二月已经为这一天买的 买了没钱给人家 愿意三月露长 我三月份发了工资还你 这是个欠条 而且是按月发工资的 多么大的信息量 简呢 不是说你想搞多大就搞多大 中国历史上有说法叫三尺律令 什么意思呢 写法律的简要三尺长 二十三厘米 基本是汉代的一尺 二尺四寸圣人文语 诸子百家 这些圣人们的画要二尺四寸长的简 你哪能随便乱写呢 老百姓多少 老百姓一尺 叫尺毒 皇上比老百姓只长一寸 一尺一寸长写皇上的诏书呢 居烟汉解呀 基本上涵盖了 汉代的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 日常生活 钱粮 账布这些东西 所以说 居烟汉解 应该是汉代的百科全书 汉解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多了 除了里边记载的一些 还有了一下那么多的名字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祖先呀 他们就像天上的 数不清的繁星一样 他们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居烟 在落水河畔 在居烟泽上 他们把生活所事 记录在剪毒之上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今天这些公文账簿 和随手写下的莫属手记 将会穿越两千年的时光 向我们重现 大汗雄风下的 中国人的烟火日常 谢谢您 魏教授 说得太好了 欢迎来到书法大会 不客气 不客气 我觉得首先啊 我们真的是要向 所有考古工作者 致以崇高的敬意 掌声 我相信您在很多的舞台上 其实都讲过 居烟汉茧的发掘的故事 这一次是在书法大会的舞台上 来分享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吗 的确不一样 我们出土的这些汉茧 茧里边这个字本身的 随着年代的变化 它字形的变化 这个过程 其实你就觉得这里边 文化极建太深了 不仅仅是一个 我会认两个字 我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写得漂亮一点 不是的 我认为里边更深刻的 内涵的这种精神实质 是中国人所特有的 这种精神上的内涵 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 魏教授的这番感悟 我觉得恰好也是印证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书法是中华文化瑰宝 包含着很多精气神的东西 一定要传承和发扬好 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所有的 现场的书友 还有所有电视界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年轻人来说 这也是一份任重道远的责任 说得对 再次谢谢魏教授 谢谢您 谢谢 刚才听了魏教授的 现场的分享 相信三位老师也很有感触 我记得2022年10月28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 英虚遗址考察时曾经说到 他说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 三位老师作何感想 习总书记说这句话 他当时主要指的是殷须的甲骨文 说这个甲骨文一出土 就把中国的信实往前直接推浅了一千年 从中国文字发掘这个角度来考虑中国历史的话 那我们可不仅仅是有甲骨文的 比方说山西香坟那个陶寺遗址 那不也有符号吗 距今四千多年了呀 河南的这个武阳甲骨一致 还有文字刻画符号啊 那个距今多少年 那个距今八九千年了呀 所以你说这个汉字是什么 汉字就是中国文明的化石啊 化石我们觉得它好像已经死了 没有 汉字一方面是中国文明的化石 另外一方面 它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 向前发展的火种 这个火种现在成为火炬 举到我们手里了 以巨人汉奸为代表的一大批 实际上为我们呈现了 当时书写的最真实的状况 在这以前我们所说到汉代的历数 讲的都是汉碑 那汉碑它毕竟是一个很庄重的场合 很认真的 很仔细地刻出来的一些名文 它非常考究的 但居然汉体也不一样 它里面表现了当时最真实的 日常书写的状态 它的这个用笔啊 它就是笔脚 所有的巨人汉奸的笔画 实际分成三类 第一类它是波浪线 第二类是弧线 第三类接近直线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第三类笔画 当我们更仔细地去观察它的时候 发现它里面还是隐藏着波浪的形状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才便于连续书写 这样的话 由于居然汉奸的发现 由于我们对它的观察和思考 实际我们在整个中国的书法 笔法发展的整个历史上 我们弥补上了重要的环节 听了魏教授的介绍有很多的收获 最关键的这个历书的演变和生成时期就是汉朝 这个阶段的主要我们看到的文字材料就是简读 那么简读中始终有一个特点 就是毛笔的造型能力 获得了真真正正施展的空间 所以历书的形成 是我们当下所能理解的书法艺术 关键的一个起点 好 谢谢叶老师的介绍 居炎汉奸的出土填补了书法史的很多空白 的确鞠躬至尾 那其实由考古改变书法史的势力呢 还有很多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名家点赞环节 我们来看供答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 考古人员在湖北省云梦县税虎地 发现了一座琴带小粒的墓葬 墓中出土了竹简毛笔 还发现了一把铜刀 通长17.2厘米 请问这把刀的用途是什么 A刮去错字 B制作竹简 C刻画文字 选手请答题 时间到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 A 这刻刀是用来刮去错字的 我们来看多少人回答正确 22位选手回答正确 获得点赞章 强字一枚 我们先请叶老师说说 这个强字 取自何方 这个强确实很强 它取自于1999年 在湖南浦西山一号旱木 出土的竹简 当时大概有一千多只吧 这个风格本身就非常雄强 我们的选手答题也非常强 为什么这个刀 它是用来刮错字的呢 这个史记 孔子世家里面讲 孔子为春秋 笔则笔 削则削 我们现在讲 请你辅削 那个削 其实就是请你来执政 我错了 然后接合我们相关的 这个一些其他考古发现 可以证明 这个小刀子 它就是来削这个竹简 有一个词大家都知道 那个小粒呀 我们又叫刀笔粒 对吧 刀笔粒是什么意思呀 剪的时候拿笔写 写错了拿刀去削一削 所以这就是刀笔粒的来历 你就知道 这刀是干什么用的吧 记住了 谢谢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请听题 自巨岩汉检出土以来 我国的秦汉检读 接连有重要发现 请问一下 哪一件秦汉检读的内容 反映了浙江地区的历史文化 请选择 本题正确答案是 C 乌城汉检 来看多少人回答正确 16人回答正确 祝贺你们获得一等章一枚 这个一等章 它来自哪里呢 就来自乌城汉检 古代的乌城 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 乌城汉检当时 给学界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乌城汉检的发表的资料 那是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全面 它贯穿的时间也比较长 从西汉初期吧 到东汉的中期 将近400年的时间 这是一点 第二呢 它的笔画的形状 跟其他地方出土的 还有点不一样 它的笔画比较尖 比较飘 所以这里边 是不是反映了 不同地区的书写者的 审美趣味的区别 同时也反映了 一个地区 它的工具制作的 工艺的差异 在《乌城汉检》里 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 一类字迹 就是习字简 特别典型 遵守的手 一个立书 就那个书写者 大概来来无为 写了五六遍 而且每一遍 都主要着重在训练什么呢 在训练那个手 那一大长数 那一大长数 是特别有表现力的 所以从这里 大概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汉朝的这些 书写的立源 对于书写的技术 甚至是艺术性 是有非常主动的 训练要求的 所以我觉得它 确实是一个保护 能反映出 当时的普通生活 而且也能反映出 书写者 怎么去追求美 谢谢尹老师 蒙老师是研究历史的 对于乌城汉检 一定也格外关注吧 我觉得特别想跟大家 聊聊这几种汉检 银雀山汉检 是山东林已出土的 这是西汉早期的 它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大家最熟知的 孙子兵法和孙殡兵法 同时出土 过去大家以为 孙子和孙殡是一个人呢 还是两个人呢 一直有争议 这一出土没争议了 张家山汉检 是湖北江陵的 这也是南方系的汉检 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秦汉的法律 我们现在对秦汉法律 的好多认识 是来自于张家山汉检的 那乌城汉检 他的特性是什么 乌城汉检 浙江湖州 他呀 这个时间拉得特别长 这四百年呢 那个乌城那地方人 怎么写公文呢 怎么写私信呢 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怎么教孩子 背这个九九成法表啊 我们知道的清清楚楚 很难有一个地方 能够这样幸运 能够得到这么漫长时段的 原始文书 还有一回事 我觉得非常有趣 这个湖州 现在大家对它有什么印象啊 胡笔啊 对不对 乌城汉检里有那么多的 书法艺术的留存 让我们知道汉历是怎么写的呀 而现在呢 湖州又是湖笔之乡啊 这是穿越千年的 妖乡护印啊 书写时代精神 神采飞扬中国狼 中国书法大会 由赤水河左岸 庄原降卷青花狼 独家幻名播出 两千年前 书编在俄基纳河畔的将士们 将最琐碎的生活 写在了《一支支简读》上 两千年后的我们 也感受着中国人 连绵不绝的生活热情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就邀请现场 所有的书法爱好者 在竹简上 写下新时代的新愿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位书法爱好者呢 已经把自己的心愿 写在了竹简上 我们也非常地期待 现场的各位书法爱好者 他们写下的愿望 我们已经放在了桌上 选几个吧 请看 好好学习 常常回家 那这是谁写的愿望呢 是哪位朋友 主持人好 三位老师好 各位书位我好 我叫洪玉 现在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 因为我是一个大龄研究生 所以对我来说 现在读书的机会非常地难得 所以好好学习一定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同时 希望能够常常回去看家人 真好 我觉得这是大家美好的愿望 常常回家 我再来选一个 诶 既然是书法大会嘛 我看到有一个主简上 第一个字就是书 书以经济 这是谁的愿望呢 我叫刘文文 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文化馆的 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 我希望在我日后的书法学习中 始终能保持一颗初心 就像我三十多年前 第一次拿起毛笔书写时的 那种兴奋和渴望 生命不息 书写不止 日益精进 更上层楼 说得好 也是道出了所有书法爱好者的心声 这一幕扫过去吧 有一支竹简上的字 写得特别小 常乐未央 这是谁写的 我叫吴比 北大中文系毕业 现在在国家博物馆工作 因为工作的关系吧 可能我经常跟文物打交道 所以刚才让写汉简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我们汉代 同镜以及瓦当上的一些 吉语名文 大力无极 幸久食 就是祝大家大吉大利 吃好喝好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吃货 常乐未央 以子孙 就是希望大家快乐 没有尽头 共享天伦之乐 衣食无忧 这应该是每个中国人 最朴素的愿望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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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